主委 主委還有部長 好,請主委部長 主委,你辛苦了齁 這個 我們今天在講 你當時就任的黃金交叉的承諾 可以不可以稍微說明一下 當時你做這樣的一個黃金交叉的 提出這樣的一個自我取許的因素 或者是背景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主計總數剛剛上學我們對全年的經濟成長的預測 那時候國際的經濟組織 也都是對整個全球的經濟事實成看好 而且相信會比去年的經濟要來的好 所以是在那些綜合其他情況之下 所以當時的主計總數的預估也已經是接近3.6% 所以我在上任的時候我就提出來一個希望說 如果我們今年經濟如果可以發展的更好一點 我們就有機會超過4% 那失業可以降到4%以下的話 那就是形成我們所謂的黃金交叉 那是對我們經濟發展的一種期待 主委 你這樣講 當然也沒有錯 不過我覺得 把經濟成長力 或者是我們沒有達成黃金交叉的一個預期目標 完全歸之於你的責任 也不見得完全正確 因為其實 說起來 要達到這種黃金交叉這樣的一個目標 其實是要全體國人共同的努力 立法院對於政策的推動 當然要全力的去支持 但是內閣團隊 也不要專門在搞這個 紮破我們自己 拿著頭 也不要搞這種事情 當然 政治的氣氛 怎麼樣讓外界感覺到台灣的政治安定 我們的法令 很穩健 不會變來變去 願意去投資 國際經濟的景氣 或者國際經濟的情勢 有好轉 這個都是一種綜合的因素 才有辦法達成這樣的目標 完全去說 你沒有達到黃金交叉 你獅子要下台 我們當然覺得這樣是言之夠當 齁 齁 齁這位 但是齁 我是覺得說齁 面對問題的時候 嘖 也不能講說 我也想去實 這種話是不能說真的 你覺得怎麼樣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 我剛剛有跟前面委員 質詢說 我有說明當時的情況 不是那個 大家 鏡頭上片面撿去的那個片段的意思 抱歉 我沒有 因為我沒有在看那個 看那個質詢說 我不知道 齁 我的意思大概就是說 我們今天要談這種 黃金交叉的承諾 或者是 我們希望你經濟會 達成什麼樣的目標 當然不能把 你沒有達成這個承諾 完全都歸之於 你的 你的責任 齁 我們談論 我們經濟成長率 當然有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 消費嘛 有所謂的投資嘛 有所謂的出口的問題 你剛剛 我剛剛講的 你怎麼解釋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覺得 站在一個 破壞 全國經濟 成長的一個 總舵手 我認為 你也應該 針對 所謂的 消費 出口 或者是我們的 這個 這個投資的部分 你到底提出哪些 策略 我坦白講就是說 阿不然 你要怎麼做嘛 我地方你怎麼配合你 你可以達到 黃金交叉 你可以這樣告訴我們 我給你一點 比較多的時間去講 跟委員報告 二月上任的時候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規劃 還沒有提出來 所以那時候 我們院長給我們 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就提出 自由經濟示範區 但是那時候 在一個月時間之內 我們的範圍有限 所以我們持續檢討 而且呢 我們注意到台灣的情況 跟其他國家 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政府能控制的 實際的土地面積 就像自貿港區 是有限 所以我們才想出來 怎麼樣用虛擬的方式 能夠擴大 示範區產業的範圍 希望藉此能夠帶動 更多的經濟動能 這上面就是 我們當初 在二月之後 我們這個很積極做的 一件事情 而且為了推動示範區 那就是像 很多委員都指教說 不希望我們都 坐在辦公室裡面 所以我們就花很多時間 出去跟各地的業者溝通 去了解他們需求什麼 我們也去看各地的地方 看到什麼樣的地方 去適合去發展 這樣子的事情 我們在這段時間中間 除了 我們給你什麼樣的環境 給你什麼樣的環境 你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 給你什麼樣的毛病 你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 然後 國際景氣景氣 又要怎麼樣 你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 你可以講一下 然後你有哪些對策 你告訴我們 你不能指示 我知道我知道 你不能像以前的 X-1在說 X-1通過之後 台灣就都改管了 所有的經濟都沒有問題 X-1通過之後 我們看不到 容情 你現在 端了一道菜說 我們自由經濟示範區 講說 這一道菜出來之後 可以解決多少問題 但是 假設立法院 願意讓你通過的時候 你到時候如果說 你的成績還是表現不出來 那怎麼辦呢 台灣不能永遠這樣 墮落下去 我們也等不及 對不對 所以 主委齁 我是覺得 你們今天像 部長你今天 當然也有談到 出口的問題 也有談到消費的問題 也有談到 投資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我們談這個 談這個部分 你們應該要提出 比較 就是比較深深入的 或者比較磅礡的 這些施政計畫 我們這些做了以後 對於我們政府的消費 對於政府的投資 或者民間的投資 到底可以增加多少 我們要做哪些事情 所以我們的消費 可以提高多少 我們出口 欸 畢勒你現在講 自由經濟示範區 有些人他講說 新台幣的費力都一直都 一直都沒有貶值 生值 我們都沒有出口 沒有條件 有些人也談到這一點 你要怎麼做 你要告訴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你換一 愛打你錢錢嘛 對嗎 主委 跟部長齁 老實講齁 我在立法院 第七任 我雖然不是 經濟方面的專家 當然我也不敢講說 但是 在立法院這樣看 一路看來 一路走來 過去有幾個前輩 真的值得我們敬佩 就他們在提出我們 整個國家的重大經濟計畫 跟方案的時候 或者 你一定 國家的重大經濟 產業政策的時候 我覺得 他們做了 劃時代的 這種 讓人家 懷念的這種政策 像 像蕭萬長 像 江炳坤 這個都是當年 他們對於 破壞整個國家經濟的 這個未來 都有很多 讓我們很感動的 這些政策出來 主委齁 和部長齁 我也同樣地 齊勉你們 要向這些前輩看齊 你們要找出 或者是要 好好的去規劃 如何讓我們 台灣的經濟 恢復當年的榮景 或者 如何讓我們的經濟 景氣 趕快復勢的方案出來 我覺得這個 這個報告 老實講 我們真的是看 感覺上是真的太 太簡單了 而且真的看不出來 齁 好好 勉勵自己吧 好 謝謝 好